然后咱来扯扯吧 咱来扯什么 这个不同公众的一个工资咋样啊 咱来看一下吧 这也是给大家之后的一个选择吧 哎呀 之后我们揹住大家好多都要从事于这个数据领域当中 那在这个领域当中啊 大家现在肯定想一个事了 我干啥能赚钱是吧 呀 似乎估计反正这么说 可能大家觉得我 哎呀 这个人怎么一天就知道钱呢 那你说现在不认钱认什么呀 是吧 然后再来看一下吧 在这里啊 就是我还做了一个口味办 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个title是吧 就是不同的一个title给他聚在一起 然后算了他工资的一个中位数 那他工资的中位数啊 进行了一个展示 然后这块就是写了复兴环 在这个复兴环里啊 其实做这样一件事 在这个助行图 在这个条上 写上当前他的一个值是等于多少的 用白色去写啊 这样一个值 三万多啊 七万多啊 写这样一个值 然后再来看吧 第一个是九万多啊 然后再来看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 咱看一下吧 就是第一个最高啊 第一个是干什么的 第一个可能做一些偏研究方向的工作吧 可能我也不太清楚具体 他是做什么的 可能做一些建模的啊 做一些建模研究的啊 这工作九万多 我靠 这个数挺吓人的啊 基本接近于华为的一个平均的水平了吧 之前怎么说的 之前我听这个说是 华为大概是一个平均员工的一个月薪啊 大概是一个多大 年薪啊 平均年薪大概是个五十万 哇这个值我觉得还是在互联网行业当中还是蛮高的 然后华为据说他们工作什么样 他们工作 我实际我没去过 都是听他们扯啊 不知道是人事想 他们说就是工作的时候啊 你左边这块是放一个你凳子 右边那块给你放个折叠床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事你要干不完了 就在这住下吧 几点干完了 你就几点睡觉 明天早上起来 咱你接着干 不像其他领域 其他公众可能这样 就是之前我可能就是 加班到个十二点 明天上午我就不来了 大家都是这个心态是吧 我今天干这么晚 明天我来干屁啊 然后可能华为就这样 今天就在这住吧 你在这住了 然后你在这睡觉吗 明天早上我第一个员工 七点来了 八点来了 八点人来差不多了 你下午三点睡的 你晚上即便半夜三点睡的 你八点钟人家来了 你好夜睡觉吗 你就不好夜睡觉了吧 比如说是这个感觉啊 但是这个也都是听大家去说的 当个乐意来听 然后再来看吧 在这里数据科学多大 数据科学七万多 平均的一个结果 数据科学 数据科学家七万多 蛮牛逼的是吧 能够我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不错了 然后DBA数据库 大概是个五万多 也不错 这是美元 还有各种各样的工程师 还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可能偏低一些 平均也有四万多 这个都是 就是怎么说 它是什么 它不是说按国家来了 它是整体的 所以说中国什么样 中国你给打个对折吧 感觉可能是 可能是这个样子 它是整理的平均 中国的平均还有很大 你对不打 对主人 你也打个七折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然后最低是什么 咱们看最低 最低是什么东西 最低它就有一个标准词 就是叫做一个程序丸 是吧 那这个程序丸 一说程序丸 我总想乐 因为现在网上 就关于这个程序丸段子 简直太多了 说这个上海 上海地铁二号线 有一个站叫张交高科 说你早上八点多钟的时候 然后一上地铁 就会看到这样一群人 穿着一个格子衫 背着一个大书包 然后脑子油的糊的 戴个戴眼镜 脸也不洗 头也不熟的 那是什么 你会发现 他们这些人都在张交高科 下车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程序丸的标配 所以因为我也做二十线 给我 就是跟我这个感觉 做二十线都愿意穿格子衫 然后其实给我感觉 就是我不能去穿这个东西 我穿这个东西 我感觉我要跟他们撞杀了 我感觉很不爽 所以说 大家都在调侃这个程序丸吗 相当于是 程序丸是干什么 哎呀钱挣得多 但是不会花 还没有时间去 搞一些浪马其他回事 就是嫁人就嫁程序丸 有一堆断的 这个大叔 大家在网上 我听听看微博嘛 微博当中啊 就是关于程序丸断 我一听我就可享乐了 蛮有意思的这个东西 但是你看 程序丸的一个平均薪资 还不高是吧 为什么 因为现在底层的人太多了 程序丸 就是大家说 普遍说程序丸工资高 那也是相应来说 可能在我家乡 我在哈尔滨 哈尔滨的一个平均工资 那个样子吧 基本上就三四千吧 那你说消费高不高 消费很高啊 我在上海 我算了一下 我在上海 我买那个酸奶 我买那个猛牛大果粒 大概是七块多一个 现在 我在哈尔滨呢 还是七块多一个 但是在上海呢 平均工资 可能就最少也得一万多吧 哈尔滨还是三四千 那你说你说你这么一笔 物价来说是差不多 但是呢 你花的确实更多一些 我在上海 我吃个饭 人均一百块钱 哈尔滨 我跟哥们出去吃个饭 哈尔滨是这样 他就是说 为什么说哈尔滨穷呢 你说在上海 上海你出去出去的时候啊 就是基本上 你点些菜可能贵些 在哈尔滨呢 你要干什么 冬天你买大羽毛服吧 棉帽子 棉手套 出去你说吃啥 大冷天 你吃个菜 点个火锅吧 点个火锅能便宜吗 便宜不了啊 出去吃点串吧 吃点串你不喝酒能行吗 不行是吧 那你说哈尔滨为什么穷啊 我这个消费档次 一下上来了 消费的点太多了 尤其是一到冬天 一到冬天 大家愿意干什么 在乌猫着 猫着我估计 大家也猫不住是吧 出去干点啥 都是花钱的事 所以说哈尔滨穷啊 东北老工业基地啊 也不能说东北老 老工业基地吧 反正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需要买的东西多啊 然后跟大家说啊 咱说这个成员 大概一个薪资水平啊 是偏低一些的 两年多少钱 两年多少钱 你说行不行呢 够花是吧 但是够花啊 绝对不是咱满足这个标准啊 尤其是你在大城市 在大城市 其实我在家里说 我一年挣个十来万 我觉得这个 我挺牛逼了 我出去喝酒 我天天都吹牛逼啊 我觉得挺开心的一件事 当然上海你说 你这个挣什么 你上海一年 你挣个十几万 那这个东西太低了吧 你攒多少年啊 在十年都攒不上一个首付啊 上海现在一个首付什么样子 一个首付基本上 现在首付要35% 而且在35%的情况下 还是最低是35% 那基本什么样 你说现在一个平均房价五六万 这还是算便宜点的 五六万一百平 五百多万 那就一百五十万 是吧 这样你攒多少年 攒十年 攒十年 谁跟你啊 是吧 哎呀 这个东西 反正程序啊 相对来说比较苦的 那我们 我们得干什么 我们得往高了去奔呢 所以说 大家在做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 在给我们自己做一个定位的时候 我们得想 我做的一个什么样啊 千万不能就是说 哎呀 我就满足了 今天这个东西 我一万多块钱够我花了 够我花了怎么样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把自己的核心力 精神力啊 精神放的更高一些 我们要做的东西啊 反正人只活这么一次嘛 做太底层的啊 觉得 那那做太底层的 其实也能活 但是我觉得就是活的不爽 是吧 所以说 推荐大家干什么啊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每天啊都要学新的东西 其实我也 我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我这些东西啊 虽然说我也是学过蛮多了 但是你说让我一天 我去不学习 我一天让我去光跑夜 我光让我去干东西 我觉得性挺不爽 我觉得我这一周 我过的我什么都我都没干 我什么都没学 我觉得特别空 但是我就特别想 就是读一些论文 读一些资料 即便就是我不自己通论去做 然后我看一些别人怎么去做的 今天有这样一个想法 到时候我也能往里去说嘛 这点啊都觉得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说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 觉得还是多花一些时间啊 放到我们的一个主流的工作当中 等啊 就是你说你现在你去 想干这个 想干那个 其实啊 觉得是这样 就是等你之后啊 就是有的是时间 让咱们去玩 去怎么样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年龄 都比我小一些 比我小一些 我觉得最好还是 现在有时间 尤其是在校的一个同学们啊 有些时间啊 真理人稀了 先说大学啊 我觉得我特别后悔 全荒废了 全干在某世界上了 团长一个电话 我从自习室 我能飞奔回了 七点开团 干到晚上十二点 中间灭团个七八百次 我都能给坚持下来 现在我就想 我有兵吧 我给他们点打团 我干点啥不好啊 哎呀 反正就是这个感觉啊 大家最好还是多挣一下时间 因为从我现在节目来说 就是时间啊 还是最值钱的 时间当中 你能学越多 你肯定 就是按照这个档次 就往上去了啊 能胜上多少 就看大家自己了 然后呢 再来看下一个事 在下一个事当中就是 它这里还有这样一个列 就是一个machine learning 这个skills 相当于就是 你想去做这个数据科学 跟机器学习肯定是离不开的 他俩挂锅挂在一起的 那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 咱们看一下就是 这些人啊 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他比较喜欢用哪些算法 先看第一个吧 第一个你看都是一样的 都是用同样方法 还是去把这个当前数据啊 sout一下values value counts拿出来 然后看一下吧 machine learning skills 里边呢 你看第一个是有监督 无监督 时间序列 再来处理 其实大家做最多是什么 最多的还是一个有监督问题吧 也就是说给你标签了 有标签我们能做一事 这就越多了 这就是我们在机器学习当中 用的最多什么 肯定是有监督啊 无监督 无监督多吗 无监督也有 但是从我个人脚来说啊 有能有有监督的 我不可能去用无监督 这个东西吧 大部分情况下 还是用有监督算法去做的 然后呢 赞人员处理 捐挤视觉啊 这些东西啊 做的都有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还是一个总称啊 叫做一个有监督的一个学习 然后咱主要来看右边吧 回右边 可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哎呀 大家现在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啊 都是有什么 都是有一些结果 就是不是一些结果 就是都是我们要去干什么 我们要去选择一个算法吧 一个问题来了 你说你用知识相机 也神经网络啊 逻辑回归 随机分离 老把气糟一堆东西 都能去解 那你说你最终用什么去解啊 咱来看一看 大家都用什么 是吧 我光说我啊 大家就是肯定也说 这个老师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有偏见啊 你是不是喜欢这个算法 不喜欢那个算法啊 你凭什么说它就不用啊 这个东西我解释不清啊 咱们就来看统计吧 看看这一万六千人当中啊 他们的一个平均结果上 什么样子 先来看吧 右边这个图当中啊 用的最多是啥呀 是不是我跟大家说 逻辑回归吧 同俗易懂啊 简单啊 咱之前是不是说 这个东西第一简单 第二可解释 第三个好用啊 所以说 你看这个逻辑回归 用的咋样 用人很多吧 第二个决策数随机分离 集成算法当中啊 也是用的比较广的吧 随机分离 其实你听很多词啊 都能听到随机分离这个东西 那你说用的广不广 这东西啊 用的必然是很广的 然后呢 支持向量机吧 SVM 支持向量机啊 你就用的广不广 肯定很广啊 这么牛逼个算法 面是基本上必问的 谁都应该扯一扯的 唠一唠的 知识相机也是有的吧 下面啊 就是一个 决策数 贝叶斯 神经网络 集成算法 提度提升 RN 什么对抗生成网络 那把祈祷网络 可能就是下面用的比较少 但是前几个啊 觉得是正常的一个趋势啊 越多人肯定都会用什么 随机森林啊 逻辑回归啊 这些东西啊 简单实用 就有人必然是最多的啊 就是 大家使用算法的一个趋势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这回啊 还最后强调一点 算法没有高下之分的 不能说一个算法 他就牛逼 另一个算法 他就不牛逼啊 觉得能称 能现在能拿到 市面上算法都牛逼啊 关键就看于 你用在他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领域当中了 这是当前一个结果 然后呢 这里啊 他还对 我觉得这里 他这样的调查 蛮有意思的 就是 他不光看了一下 就是 大家现在使用什么最多 然后他又问了大家 这样一个事 他问大家 之后啊 你认为 在明年啊 什么算法 或者是 什么样的一个领域 是最有发展的 最有前途 最有价值的 这样一个事 然后呢 咱来看大家一个结果 在这个大家的一个预测当中啊 咱们就来看吧 这个明年的结果 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 这块下面就是一个 咱们结果的一个展示啊 在这个结果当中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深度学习吧 就代码来说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复制粘贴 没有什么区别的 大家看结果吧 大家就是预想之后最牛逼什么东西啊 最牛逼的是深度学习吧 哇 基本所有人都选了这个深度学习 那其实这个样子啊 可能有些同学啊 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这个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这么个事啊 基地学习当中有个算法 叫神经网络 把这个神经网络啊 做了延伸 让它更长 更胖 更强 就是里边参数更多一些 这变成了一个深度学习 说白了 咱们要学东西啊 是更深层了 也就是说 你像是一个逻辑回顾用什么啊 用一些 就用几个全中参数 去拟合你的数据就够了 但是深度学习当中啊 动不动就是几百万 上千万的一个参数级别 是这个样子 大量参数去拟合你的数据 形成了一个深度学习 什么 下面什么啊 神经网络 时间序列 背叶四 文本挖掘 是吧 这些东西啊 都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最牛逼的 大家还为什么 还是深度学习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啊 就是现在造势 造的太强了 就是现在好多公司啊 都在说啊 我们深度学习 打到这个 深度学习 打到那个 哎呀 反正说了一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 就 不能说就我而言吧 就我而言 有点太装逼了 就是就现在的一个 世界的一个 世界的一个大局势来说吧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在发展当中啊 很多问题也没解决啊 你说像现在 什么东西 我觉得真相是能跟工业接轨了 它这个东西 真的用起来 现在深度学习啊 普遍来说 你说你做人点检测 做人点识别 那相对来说是什么意思啊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没有跟我们的一个 真正的实际生活太接轨 你说要是深度学习 能够在工厂当中 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那在农业当中 解决什么问题 能在我实际生活当中 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就厉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现在 嗯 怎么说呢 还是在一个发展阶段吧 但是我觉得 它现在强在哪 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特别厉害啊 深度学习 虽然说我们最基本的东西 它不见得能帮我们解决 但是呢 它人工智能领域啊 深度学习啊 绝对是大当家啊 太屌了 在计算机视觉 在自然源处理当中 模仿人类的眼睛 模仿人类的一个 就是模仿人类的大脑吧 反正这个大脑都能模仿 这个东西啊 它做的确实都是非常好 这个我觉得 也是之后的一个大热门吧 现在好多串公司啊 在上海 我好多朋友 好多朋友就是以前都是 给这个打工 给那个打工的 反正打工来说 就是人家给你钱 你就给人家一年一年干 没什么意思说白了 干什么都不是自己的 就是你运气好 这个公司干了 干了三五年上市了 上市了能费你多少 也不一定 运气不好 那就是真的 就是一个完全打工的状态 完全打工啊 说白了 一年够多少钱啊 我都不想去干 因为没个笨头嘛 活着就是这样 有一个笨头 有个念想 我还愿意去怎么样 真是要让你无牵无挂了 那我让我觉得 这是活着 确实没意思了 所以说 咱我们好多同学 都去做这个创业了 都用深度学习 去做视觉是最多的 在员处理也偏少一些 这个现在就 反正也是个大热门嘛 投资也是蛮多的 上海之前是 20亿的一个 创业创业基金项目嘛 都分到了各个企业当中嘛 反正他也没分 反正这个20亿当中啊 估计也没有 也也没有我个两网钱 我也不落这个事了 然后现在右边这个图什么 右边这个图就是 在机器学习当中啊 我们使用一些工具吧 你都有什么工具啊 咱说 咱用python去做机器学习 去做这做那 真的用python去做 是用python去做 但是你用一些包去做的吧 有什么啊 你看第一个什么啊 TensorFlow啊 谷歌出品 TensorFlow 相对来说是 牛逼中的战斗机吧 太屌了 这个东西 TensorFlow我也去用 我有专门讲 TensorFlow的课程 相当于就是TensorFlow 把一个复杂 神经网络 给你简单化了 所有复杂 所有一些 就是比较复杂的计算 比较困难的一点 都给你方向一个函数了 说白了 你看到的就是说 从上到下怎么走 那就是你设计个流程 这个流程这个东西 第一步我要做什么样 第二步做什么样 至于具体怎么去做的 都由这些工具包 给你完成了 然后名言来说 肯定TensorFlow是老大了 Python Python老二 R老三 Sybarg Hadoop 一次排往期后 下面你看有什么 还有咱的Notebooks 这个工具 是不是用起来比较爽 大家觉不觉 咱们就是这个Notebook 做起来做事起来 比较爽 是不是 为什么 你看我做一个壳标展示 我要拿PiX 我拿Eclipse 我拿我的一个V 我去做 说看得清晰吗 给我自己的感觉 运行一遍 执行一遍 运行一遍 执行一遍 给我的感觉 就是不爽 但是你看我Notebook 这东西给我感觉很爽 一行代码一个图 一行代码一个图 你也爽 我也爽 咱们大家就是 看着都舒服 这样一个事 给我吧 好